老婆的初恋回来后 我看到她在知乎回答的问题 跟不爱的人结婚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她说我不爱我老公 尽管她对我全心全意 把我照顾得很好 可我心里还是想着我前男友 我知道不对 但我没办法 下面有人评论 你不匿名就不怕你老公看见和你离婚 她说 不会 她离不开我呢 她没想到 第二天我就把离婚协议书放到了她床头 静静离开了 接远回来后 我在知乎上发现了柳如烟回答的问题 和不爱的人结婚 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她没匿名 头像用的还是和季远的背影合照 大概就是感觉 生活是一潭死水吧 我不爱我老公 当初我和初恋分手后 家里逼着我赶紧结婚 那时候我心灰意冷的 感觉只要不是那个人 跟其他随便什么人结婚都一样 正好我老公一直喜欢我 我们认识时间也长 知根知底的 我就跟他在一起了 我还记得他那天特别高兴 一个劲儿问我是不是在做梦 说实话 我感觉心里挺愧疚的 这些年他对我全心全意 家里大事小事都照顾得很好 我手指微微颤动 继续往下滑下去 他说 但是我不爱他 这些年我心里一直想着我初恋 我知道这样挺不是东西的 我也是过去喜欢他 可我真的没办法 下面有人评论他 你也不匿名 不怕你老公看见了跟你离婚 他的口吻一如既往的笃定 不会的 他离不开我的 心脏里像是藏了一根 今年累月的刺 已经被血肉磨平了棱角 不再像一开始那样尖锐的刺痛 只是还是有细细秘密的顿痛 无法忽视 我苦笑起来 瞧 他多了解我啊 哪怕到了这一步 他也知道 我离不开他 晚上 柳如烟表现得一如既往 我们像是一对相近如宾的夫妻 他例行公事般夸赞了我晚上做的饭 很好吃后 就上床背过身去看手机了 一米八的床不算大 可我们背对背 中间竟然也能留下一片跨不过去的空旷 我突然想起我求婚成功的那天 他以为我是喜极而泣 其实他不知道 那时候我心里全是悲哀 他跟季远在一起整整七年 从17到24 他们拥有彼此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陪伴对方从青涩走到成熟 大学毕业之后 季远还想去国外山造 拿到了理想院校的offer 可是柳如烟的父亲那时候病重 他被要求接手家族生意 要留在国内 大概异地恋总是没有好结果 一开始他们还能坚持 可是后来距离远了 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多了起来 时差让两个人沟通的时间越来越少 再加上柳如烟刚刚接手公司 每天都忙得要命 独自远在异国他乡的季远 也发现需要柳如烟的时候 他永远都不会在 两个人之间的争吵越来越多 终于在一年以后的一次吵架中 矛盾彻底爆发 季远冲动之下提了分手 本来事情到这里还是可以挽回的 可是他们从小都是人群中的佼佼者 骄傲得很 谁也不肯低头 柳如烟那时候父亲刚死 正是悲痛欲绝的时候 也顾不上这些 最后到底还是渐行渐远 可我知道他心里一直都放不下纪远 其实我跟他求婚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不爱我 他只是那时候心烦意乱 想找个人把结婚这件事对付过去 正好我各方面条件最好 所以就胡乱挑选了我 这些我都明白 可最悲哀的是 其实我都知道 可在他随意答应我的时候 我还是把戒指戴在了他的手指上 那天我一直抱着他 其实我只是难过 难过于 我知道他不爱我 可我还是只能爱他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纪远刚回来 大学班长就组织了同学聚会 三年不见 纪远比之前更英俊了 他长身鹤立在人群中时 那件裁剪合体的西装 愈发显得他人十分挺拔 可是柳如烟从进门开始 就一眼也没看他 只体贴地坐在我身边给我夹菜 他在家的时候 从来没为我包过虾 可现在却关切地 把包好的虾放在我碗里 笑得温柔 多吃点儿 对面的纪远动作一顿 脸上的笑容慢慢散去 我突然觉得有些好笑 这场看似三个人的戏里 他们俩倾情演绎 只有我作为一个 不配上台的丑角 冷眼旁观 九国三巡 一个死了老公的富婆女同学 大声对着纪远 醉熏熏笑道 纪远 你怎么比之前还好看了 现在有没有对象 没有的话 要不要考虑一下我 余光里 柳如烟的身子僵住了 纪远笑道 没有 不过我觉得咱俩不太合适 怎么就不合适了 富婆被拒绝 有些恼羞成怒 口不择言起来 你不会还想着柳如烟 打算给人家守身如玉的吧 人家都结婚了 你想去给人家当男小三 纪远笑容有些挂不住了 你喝多了 另一个看热闹不闲 是大的女同学拿出手机 说不定人家是 郎友情妾友义 我之前刷之户的时候 看到柳如烟答了个问题 说跟不爱的人结婚 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纪远 这张合照是你跟柳如烟吧 你朋友圈里 现在还有这张照片呢 一听到有瓜吃 所有同学都拿出手机来 在哪呢 就连纪远 也在看到那个回答的时候 眼神复杂地看向柳如烟 柳如烟回望着她 我浑身发冷 几乎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 众目睽睽下 所有人都知道了 我的老婆爱着的 其实是另外一个男人 一瞬间 我好像被扒光了游街一般 恨不得立马站起来逃走 许久后 柳如烟终于开口了 她声音如常 只是仔细听的话 才能发觉里面微微地颤 瞎写的 我跟我老公挺好的 大家吃饭吧 同学们纷纷点头收起手机 可是接下来的一顿饭 我能感觉到无数的视线 落在我们的身上 停留在我这里的 只有同情和嘲笑 这大概是我有生以来 吃过最艰难的一顿饭 快散场时 柳如烟留下一句 我去个洗手间 就站起身来走了 没一会儿 纪元也出去了 不少人都有意无意地看向我 我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感觉了 只能假装无事发生 继续低头机械式地吃饭 散场后 所有同学都走了 我等了许久 也不见柳如烟回来 只能起身离开 可在经过走廊的时候 我却突然听到纪元的声音 我从阴影里看过去 只见纪元从身后抱住柳如烟 激动道 可你明明心里也是有我的 柳如烟皱眉 你想多了 我已经结婚了 纪元声音更高 那你为什么不敢回头看我 你的那个回答怎么说 柳如烟 你明明就不爱她 她低声道 我知道这样不好 可明明是我们先在一起的 如果不是她 说不定我们早就和好了 柳如烟 我就是为了你回来的 之前是我不懂事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柳如烟身体僵直 表情被阴影覆盖 看不清楚 许久后 她一寸寸回身 一把抱住了纪元 两个人在无人处 激进疯狂的拥吻 像是要把这些年 压抑的情感都发泄出来 而我就在一边无声看着 任由刀锋搅烂的我的心脏 我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是他们在亲密 仓皇逃走的 却是我 等我跑到昏黄的路灯下 随手摸了一下脸 才发觉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的脸上已经一片潮湿的冰凉了 当天晚上 柳如烟回来得很晚 她似乎是想跟我解释些什么 张了张嘴 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像往常那样微笑 先休息吧 有什么话以后再说 她如是重负般松紧皱的眉 在我抱着被子到客窝的时候 只是一正 也没有拦我 深夜 我打开知乎 柳如烟的回答下面评论多了不少 大概都是今晚吃瓜的同学 而她的回复还停留在那句 不会的 她离不开我呢 窗外的夜色透过雾气 隐隐绰绰地落进来 窗帘的薄纱被风吹得鼓起 我坐起身 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份离婚协议 这些年 柳如烟虽然不爱我 但也 称得上是个好妻子 这些年她所有的工资 分红都会存到我们共同的卡上 密码我们双方都知道 其实这一年以来 她已经开始慢慢变化了 她会在我回家时闻我 也会在睡前的亲密时 跟我耳病撕磨 动情时也会叫我老公 我生病时 她跑前跑后地照顾我 有时候发烧 半夜我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她已经困了头一点一点了 却会在我醒时猛地惊醒 问我感觉怎么样了 那时 我以为她会爱上我的 可等纪运回来 我才知道 一切都只不过是我的错觉 我把这些年存的钱 一分两分 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上字 静静把它放在了茶几上 然后拖着行李箱 轻轻关上门离开 然后 我在柳如烟的回答下 回复了一句话 不 她也会离开的 柳如烟的电话是第二天下午 才打过来的 大概她这一整晚都在忙着 和纪远缠绵 刚刚才到家看到我留下的离婚协议书 你什么意思 柳如烟强忍怒气 黎木 你要跟我离婚 我沉默片刻 轻声道 是啊 你把协议书签好 看看什么时候有时间 咱们就去把正儿领了吧 你放心 东西我没多要你的 房子和车都是你的 但是 我没说话 柳如烟气冲冲地打断了我 你差不多就行了吧 不就因为昨晚那点而事 你至于吗 她的声音有些讥讽 你不就是生气 我写了那个回答吗 是 写那个是我不对 但是我有没有和你说过 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 你以为这样 我知道 我没等她说完 所以我是认真的 柳如烟 我强忍住鼻腔的酸涩 我昨晚在走廊上 看到你们了 柳如烟一致 说不出话来了 她有些着急地想要解释 不是的 你听我说 我仰起头 柳如烟 你到底是以什么心情 写下那个回答的 在践踏我的感情的时候 你是不是还在一边 像看笑话一样看我 觉得我就是个傻子 爱你这件事 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值钱吗 柳如烟难得的竟然慌了神 她结结巴巴了几句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是那天喝多了瞎血的 黎木 你真的别多想 多想 我扯起嘴角 她都已经写得那么明白了 我还有什么多想的空间 我闭上眼 柳如烟 我们离婚吧 那天的电话里 柳如烟死活不肯跟我离婚 她只说让我再想想 我也无所谓 大不了我就去起诉 再不计两年分居也能离婚 只不过多熬一段日子罢了 我能忍受她不爱我 但我不能忍受 她这样肆意践踏我的感情 我的确很爱她 但我首先是个人 要有作为人的尊严活着 大概是乌漏偏逢连英语 没过几天 我下班的时候突然下起暴雨 视线不好前车突然降速 我打递出租车 一下子追了尾 狠狠撞在手里抱着的 笔记本金属脚上 额头也顶在窗户上 疼得我眼前一片黑 耳边瞬间嗡鸣 等被送到医院一番检查后 医生微微皱眉 胳膊骨折脑部 不排除脑震荡的可能 还需要住院观察一下 对了 你这个状态还是需要人照顾 让你家属来的时候 把费用去交一下 我敏春 想了想还是给朋友打了个电话 我不想找柳如烟 我也不想再和她有什么关系了 朋友来帮我忙活了一下午 晚上趁我吃饭的时候出门去了 我正好要去厕所 也跟着出了门 却发现她在给柳如烟打电话 寂静的医院走廊里 我能隐约听到她手机那边的响声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 那边传来模糊的音乐声和人声 朋友低声道 嫂子你能不能来看看黎哥 她出车祸追尾了 我知道你和黎哥吵架了 但是夫妻之间那哪有什么隔夜仇啊 黎哥伤得还挺严重的 我一震 心里明白她是好心 想趁这个机会缓和一下我们的关系 只是她不知道 我和柳如烟之间 已经没有缓和的余地了 果然 柳如烟冷冷地讥讽道 你 问问黎木 她能不能编个像样的借口 她没 她打断了她 昨天不还挺有本事的 要让着要跟我离婚吗 怎么 这么快就后悔了 那头传来寄远的声音 柳如烟 快过来了 挂电话前 柳如烟留下一声嗤笑 你帮我转告黎木 我是真看不起她 然后就是冰冷的电子盲音 我呆呆地看着手机 感觉心脏好像都不会跳了 头疼和肚子疼都慢慢离我远去 最后唯一能感觉到的 只有心脏处后知后觉的顿痛 大概因为第一天的手术打了阵痛针 胳膊到第二天才真正疼起来 我是第一次骨折 真是钻心的疼 碰一下就是一身汗 为了分散注意力 我打开手机 看到了机远发的朋友圈 电视台的高层旋转餐厅里 她正对着面前的蛋糕许愿 柳如烟在一边温柔地看着她 满脸笑意 配文是 愿以后的每一年 我的身边都有你 胳膊传来阵阵的抽痛 那疼痛很快蔓延到四肢百骸 一路上升到心脏 好像有一只手攥住了心脏 试着把里面的热血都挤出来 怪不得她不肯来 原来是要陪寄远过生日 心爱男人的生日 当然比我这个不被爱的老公重要得多啊 医生走过来 你家属还没来吗 眼里干干的 明明酸涩的要命 却也流不出泪来 我想 大概是我的眼泪已经流光了吧 我张了张嘴 我没家属 骨折不算什么大事 没几天我就出院了 只不过还有一些外伤 我请了半个月的假在家休养 好一些了之后 我就下楼去买一些喜欢吃的东西 自己在家消磨时间 我得给自己找点事情做 不然空虚就会将我吞噬 我去了之前常去的一家超市 结果挑水果的时候 身后却传来了一个刺耳的声音 这不是林木吗 你也来逛超市 我转身 柳如烟正挽着纪远的手 纪远明知顾问的勾起嘴角 怎么一个人啊 我一句话都不想和他多说 转身就要走 手腕却被人一把扯住 柳如烟看着我另一只掉起的胳膊 眉头紧锁 你受伤了 我讥讽道 这才几天你就不记得了 年纪轻轻的怎么就老年痴呆了 那天 柳如烟微微愣神 我以为你是故意找人骗我的 我笑了 柳小姐忙着给别人过生日呢 当然没时间过来 不过我们都要离婚了 你喜欢跟谁在一起是你的自由 我也管不着 柳如烟眉心宁紧 有些亚异地看向我 我从来没对他这么说话过 然而他可能是自觉理亏 耐着性子解释道 不是的 那天 我看着他拽住我的手 用力甩开 滚开 我冷声道 柳如烟 听你说话都让我恶心 我不想再看他那张让我难受的脸 抬脚离开 柳如烟在我身后错了地盯着我 嘴里的话到底还是没说出口 晚上回来 我收到了柳如烟发来的微信 他已经许久没给我发过消息了 网上翻一翻 聊天记录几乎全是我发的 今晚回不回来吃晚饭 我准备了你最喜欢的糖素礼籍 今天在路边看到了一只很好看的流浪狗 我们要不要收养起来 JPG 最后一条是那天离开家之前发的 离婚协议书别忘了签字 他从没回过 只留我一个人愚蠢地唱着独角戏 今天倒是破天荒地给我发消息了 柳如烟解释道 那天是纪远说回国没人陪他过生日 才叫我去的 我跟他没什么 你别误会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 竟然第一次跟我服了软 那天没去医院陪你是我不对 以后不会这样了 我突然觉得有些可笑 和柳如烟在一起 似乎什么都是错的 人是错的 时间是错的 一切都是错的 我等他的解释等了这么久也没等来 现在我不需要了 他却上赶着找我 多荒谬啊 看来 我们天生就不该在一起 以前是我强求 现在我终于自己品尝到强牛 德瓜结下的苦果 过了几天 我又接到了柳如烟的电话 午夜时分 他生现沙哑 带着一丝压抑着疼痛的不耐 我的胃药放在哪里 柳如烟早些年忙着工作 吃饭总是有一顿没一顿的 留下了严重的胃病 这些年我都是小心翼翼的给他养着胃 他所有的饭都是我亲手做的 里面的每一样食材都是我精心准备的 除了西药外 他还一直吃着一种中药 但是有一味药比较难配 我每次都是坐着飞机 去那个老中医那里配好三个月的分量 然后回来装好 每天给他煎药 估计这些天我走了 也没人会再给他守着 锅几个小时的煎药了吧 他的胃病又犯了吧 我面无表情道 已经吃完了 柳如烟一致 顿了片刻后生现有些痛苦道 为什么没去给我配药 这次去多配一点 和他在一起的几年 除了大夫叮嘱要休息不喝药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断过他一天的药 寒冬腊略的大冷天 我都直接坐飞机去买药 凌晨四点就在药铺外面等着 就怕来不及配药 可是现在 他又以什么立场来要求我呢 我冷冷道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去找机缘给你配吧 你 我还没等他说完 就直接挂了电话 顺便把他的所有方式都一一拉黑 我以为事情就会这样过去 结果第二天下班的时候 柳如烟竟然来找我了 他站在路边 穿着一身黑色的长风衣 好像在拍时装大片的抄模 路过的同事都忍不住看他 直指点点的兴奋 我愣了一下 随即皱起眉 以前在一起的时候 我其实也幻想过一起下班 可他从来不喜欢和我一起出现在人前 每次都拒绝我 现在我们都要离婚了 他又来干什么 看到我 柳如烟大步走过来 一把拽住我的胳膊 他不愿 昨晚为什么挂我电话 我看着他 他是真的疑惑又不满 似乎从头到尾 都只是我一个人在唱不脚戏 他一直都游离在外 我突然觉得很疲惫 心地涌出一阵说不出来的厌恶 我一把甩开他的手 我们已经要离婚了 我觉得我们没有在交流的必要 他拧眉 离婚 你还在为妓媛的事情生气吗 我已经和你说了 我们没有其他关系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无理取闹 我看着这个爱了这么多年的女人 突然胸膛充斥着无比的愤怒 都到了这个时候 他还要口口声声跟我说 他们没有关系 他还觉得我是在无理取闹 他是不知道我会生气吗 他是不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说吗 不 柳如烟是商场上打拼出来的人精 他太知道什么场合应该说什么话了 他只是不在意 他只是觉得我就像一条狗一样 无论他说什么肆意地伤害我 怎样抛弃我 看不起我 我都会摇着尾巴围绕在他身边 不会离开 他只是觉得 我不值得他稍微用心罢了 怒火嘶吼着把我的理智燃烧殆尽 我突然再也不能忍受 一巴掌扇在了他脸上 啪 我丝毫没收力 这一耳光又稳又狠 把柳如烟扇的偏过头去 这是我第一次打女人 打的是我最爱的女人 他一时间瞪大眼睛一动不动 震惊地呆住了 你 就在这时 纪远突然大步从他身后走过来 没心紧促 柳如烟你怎么在这 他又转向我 表情瞬间恍然 几乎是有些鼻涕 林沫 你能不能不要再纠缠柳如烟了 他喜欢一直都是我 当初要不是你插足 我们说不定我们早就结婚了 都到现在了 你还不肯放过他吗 你能不能要点脸 舔狗当着上瘾是吗 纪远回来就职的公司 就在这附近 估计也是刚下班 真是孽缘 我们三个居然撞上了 他的一番话 成功把附近路过的人 目光都吸引过来 我已经看到 有人在边拍照边指指点点 我攥紧了拳头 忍了又忍 终于没忍住 也给了纪远一拳 这一拳积蓄了我所有的怒火 他亮枪后退 被我打猛了 回过神来勃然大怒 也顾不得什么形象了 冲上来跟我撕打 你他妈敢打我 以前我总是下意识地忍着 因为我爱柳如烟 我不想让他不高兴 我总觉得只要我对他好 一直在他身边 五年十年 他总会有看到我的一天 可现在我明白了 感动自己是得不到爱情的 爱情是一件很自私的事情 就像他爱纪远 他什么都不用做 都能被他惦记这么多年 而我为他卑微到尘埃里 他不爱我就是不爱我 我一把握住了纪远的手腕 把他一脚踹开 一字一顿倒 首先 我没有插足你们俩 是你们分手一年后 我们才在一起的 其次 现在我们还没离婚 是合法夫妻 插足别人感情的是你 最后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嚣张 明明是个搅散 别人婚姻的杂碎 还敢在这大放厥词 难不成这就是你所谓的要脸 如果说你就是这么要脸的 那我确实学不会 我大学学的是法律专业 越是生气的时候 条理越清晰 周围的人都震惊了 原来这个才是男小三 那他还敢这么嚣张 无语了 现在的男小三 都这么不要脸的吗 人家老公这么帅 他还去插足 把他发到网上让他火 长得人母狗样的 怎么这么不要脸 纪远去了一眼四周 对着柳如烟的时候 又换了一副脸 他低声道 你爱的是我对不对你说啊 是我们先在一起的 我冷笑 你不用跟我玩这套茶的 我刚也打了他 有种你就让他帮你打回来 柳如烟却沉默了 在纪远震惊的目光中 我想可能是你误会了 我爱的是我老公 目前我没有离婚的想法 抱歉 纪远 我误会 他睁大眼睛 难以置信的后退一步 那之前的那些又算什么 你明明说放不下我 吻我的也是你 他在医院的时候 你都在陪我过生日 现在你跟我说是我误会了 柳如烟 你他妈到底是怎么想的 柳如烟轻声道 我承认 之前我对你是有一些想法 但我想清楚了 那只是之前那些年的不甘心而已 这些年我和林木挺好的 是我对不起你 纪远脸色煞白 许久后 他点了点头 行 柳如烟 你狠 我实在不想再被人当猴子一样 指指点点 转身也要离开 柳如烟还要再拦我 去被我甩开 我面无表情道 找个时间 我们去把手续办了吧 他咬牙 我不会跟你离婚的 我怂怂间 你随意 那我就等着分居两年以后 去起诉了 然后我就上了车 一脚油门下去 直接从他面前快速实力 我们的感情走到今天 已经成了一场笑话 其实我相信柳如烟是真的发现 离开我后不适应了 因为这些年 我里里外外的把他照顾的太好了 每一个纪念日 我都会给他准备惊喜 家里的事情从来不需要他操心 他想做什么都可以放手去做 任何事情只要他说出来 我都会为他做到 而对我来说 他甚至连我的生日也可以缺席 他知道 我不会和他生气 现在我走了 他还能找到谁 这么一心一意地爱他呢 他当然会慌张 会下意识地和机缘划清界线 想再回到舒适区 可是 我不想再做一个 只会等待的傻子了 等他爱上别人 就毫不留情地抛下我 等他完够了 就再回来找我 就好像我只是一条 挥之急去 罩之急来的狗一样 躺在医院的时候 我曾经也希望 他能来看我一眼 哪怕就一眼 让我还能继续骗自己 可他甚至连 自欺欺人的机会都不给我 那天的事情 我没有太在意 但我没想到 过了几天上班的时候 同事突然找到我 吞吞吐吐地 把手机递给了我 黎莫 这个是不是你啊 我一愣 看向手机屏幕 眼熟的公司楼下 是我和柳如烟 还有机缘正在争吵 视频正播放到 我一群把机缘打猛了 骂他插足我们婚姻的时候 弹幕和评论都快疯了 估摸着得有上万条 密密麻麻的 这个男弟也太不要脸了吧 插足别人 还敢跟人家老公对峙 活该被打哈哈 这个老公好帅 爱了爱了 还是让子弹飞一会儿吧 他说你们就信啊 只有我一个人 发现这个女的 真的很好看嘛 简直比明星还好看 怪不得这么帅的 两个男人都在整卡 楼上三关跟着五关走 出轨渣女给我死 长得再好看也不行 大概是柳如烟和纪远 颜值都挺高 视频竟然冲上了热搜第一 纪远和柳如烟 简直被骂出花来了 柳如烟还好 他不太用微博 只是那篇知乎回答 被翻出来了 下面打着卡骂他渣女 纪远就惨了 他本来就很喜欢在微博上发日常 这下子直接被定向爆破 骂他的评论有上万条 估计是一时慌了 他竟然出了一个糊涂招 本来网友们记性也不怎么样 他只要装死一阵子 事情就会过去了 结果他急着给自己辩解 竟然拿出了 以前和柳如烟的合照 还有聊天记录 话里话外 都是他们原本就是情侣 被我插足后才分手 可惜网友们并不买他的账 纪远 都到这时候了 你还撒谎 明明当时是你出国以后 跟柳如烟分的手 黎牧师过了一年 才跟柳如烟在一起的 这事儿我们都知道 你真是不要脸他妈 给不要脸开门 不要脸到家了 柳如烟和你分手了 是不是还得为你守身如玉 和他在一起的人 都是插足你们是吧 要不要脸 纪远以前分手发的微博 也被翻了出来 当时他自己都配文了 爱情原来低不过距离 坐实了两个人 是因为异地恋才分手的 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闹剧的热度 又上升了一个高度 他因为和评论区的网友对骂 个人信息都被扒了出来 甚至当初他大学时候的 毕业论文也被扒出来造假 学校在压力面前 不得不取消了他的学位证 高薪入职的公司 也把他开除了 一时间 纪远彻底沦为过街老鼠 几乎人人喊打 柳如烟倒是在这个事件中 成功隐身 除了一开始被骂了几句以外 就没什么事了 他还能有空换号给我打电话 现在纪远也付出代价了 我也被骂了 你要的一切都得到了 黎木 回来吧 我恶心的不行 直接挂了电话 可是柳如烟却好像上瘾了似的 一直来纠缠我 直到三个月后 他才慢慢的不来了 我以为是他想通了 结果却接到了他秘书的电话 黎先生 柳小姐不肯做手术 您快来劝劝他吧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 他又是出什么花样逼我回去 可是秘书的声音都变了 柳小姐得了胃癌 已经是中期了 大夫说再不手术就晚了 您快来吧 我已经挂了电话 犹豫片刻后 还是去了医院 一到医院 秘书惨白着脸跟我说 您走之后 他一直昼夜颠倒的 想起来就吃一顿 想不起来就不肯吃 药也停了 晚上也不睡觉 整宿整宿的在阳台上抽烟 他本来就胃不好 经常疼得直冒冷汗 后来就发展到吐血了 他抹了一把脸 结果 结果今天来确诊了胃癌 他也不知道怎么了 在那做了老长时间 也不肯同意做手术 非让我给你打电话叫你来 我走进病房 柳如烟坐在窗边 正往外看 看到我进来 他转过头来 露出一丝笑容 你来了 没几个月不见 我都差点认不出他来了 柳如烟以前身材很好 是前途后翘很丰满那一挂 结果现在整个销售了一圈儿 衣服穿在身上都空荡荡的了 我皱眉 你到底想干什么 柳如烟拿出一根烟点上 也不顾墙上的静烟标志 神细了一口 他驴唇不对马嘴道 林木 其实我写下那个回答的时候 是真心的 我是真觉得不喜欢你 所以这段婚姻没什么意思 我忍不住攥起拳头 你叫我来 就是为了羞辱我 不是 他继续道 我其实刚看见纪元的时候 确实 挺激动的 年轻的时候 我是真喜欢他 他站长得帅 也足够优秀 和我实均力敌 我是真以为我放不下他的 但真的很奇怪 我和他接触以后 却发现自己没有想象中那么开心 我总忍不住想到你 拿他给你做比较 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点了一道辣菜 我就会想 换做是你肯定不会点这么辣的菜 你知道我吃不了辣 我胃疼的时候 他手忙脚乱 我就会想 如果是你在这里 一定会立马去找到要给我吃 不 换做是你 你压根就不会让我胃疼 他是很优秀 很有趣 可是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总是忍不住走神儿 我总在想 你现在在干什么呢 烟头燃到了他的指尖 他却好像没感觉似的 一动不动 许久后 他才慢慢低下头 狠狠地吸了一口烟 他的手指抖得要命 烟灰落在地上 沙哑到 和你分开的这段日子 我总忍不住想到从前 那时候 我回来的时候 你总是脸红着亲我一下 桌上都会摆着你做好的饭 那时候 我没觉得有什么 现在想想 其实那时候 我想到回家也是期待的 原来我想要的 早就已经得到了 我早就爱上你了 只是我一直看不清 林木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现在 我才知道我伤你有多深 他红了眼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 补偿你的机会 我 我冷冷到 柳如烟 你是爱我吗 你爱的是我 还是那种永远有个人 把你放在第一位的感觉 你到底是想我回去 还是想我继续像以前那样照顾你 我扯起嘴角 说到底 你爱的永远都是你自己 既远能给你带来新鲜感的时候 你就毫不犹豫地 抛弃了我去和他在一起 你不知道我会难过 会伤心吗 你当然知道 只是你不在乎 后来发现 他不能像我这样 无微不至地伺候你 你就开始想起我了 说白了 你其实只是一直不负责任地 在追求你喜欢的罢了 爱 你也配说爱 别恶心我了 柳如烟的眼神 随着我的话 一句句地挥败下去 他沉默了很久 你的手术爱做不做 只不过现在 我和你还是合法夫妻 到时候得来给你签字罢了 说着 我转身就要离开 就在我走出病房门的前一刻 柳如烟开口了 林木 你说的都对 其实我就是一个 不择手段的自私小人 你全心全意为我 可我留给你的只有伤害 我确实配不上你 但是 只有一句话我没撒谎 他的声音像是从 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传来 我是真的爱你 我仰起头 没有说话 推开了门 这句话我等了太久太久 久到哪怕现在听到 残留在身体里的情绪 还是会让我瞬间红了眼眶 可我已经不会再回头了 我现在终于想明白了 不爱自己的人 永远不配得到爱 再听到柳如烟的消息 是在两个月后 彼时我已经开始了新生活 我逼着自己 删掉扔掉和他一切相关的东西 爱了他太久 这种习惯 已经成了我身体里的一部分 硬生生撕掉是血淋淋的痛 可我必须往前走 就在我努力淡忘着这一切的时候 他的秘书来电话了 柳小姐的手术挺成功的 但是医生说这种 没办法延长多长时间 我们打算去国外治了 他托我告诉您 知道您不想和他说话 他说后天他就要走了 明天上午 和您去领离婚证 我一证 离婚这件事柳如烟一直不同意 我几乎都已经不去想了 只等着两年以后的起诉 没想到 他却突然同意了 再见柳如烟 他几乎成了骨头架子 坐在轮椅上 风一吹就会倒的样子 和当初那个美丽优雅的女人 简直不是同一个人了 他没再纠缠 只是把离婚协议书递给我 看看吧 以后你终于能摆脱我了 我翻了翻 却发现他几乎把所有资产和钱都留给我了 这 我皱眉 我不要你这么多钱 当时说好了一半一半的 留着吧 我拿着也没用了 也花不了多久了 他笑得释然 以前给你添了很多麻烦 这就当是我微不足道的补偿吧 也许生死真能彻底改变一个人 柳如烟变得和往常完全不像了 平和了很多 我们顺利的拿了证 出来的时候 我还有些感慨 当年也是在这里 我怀着满心欢喜 娶了这个我爱了这么多年的女人 以为我们会一辈子幸福 却没想到短短三年 一切就都物是人非了 那我先走 那 柳如烟把手里的小本窝得很紧 冲我挥了挥手 不知道是不是我看错了 他的眼眶似乎泛着一丝微红 明天我就要去美国了 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见 以后你自己一个人要好好照顾自己 我应该很恨眼前这个人的 他让我遍体鳞伤 可这一刻 我却只觉得眼眶酸涩 一种无奈的苦涩在口腔里蔓延 再见 他被秘书推着远去 还不忘了朝我挥手 李牧 你要幸福 我擦了擦眼角 最后还是忍住了没有说话 该说的 不该说的 这些年来我已经说尽了 最后只剩下无话可说 也许对我们来说 这就是最好的结局 就让我们在这里分道扬镳 然后各自前行 我转身离开 我们俩就这么背对着 渐行渐远 直到最后再也看不见 今天的阳光真的很好 好到有些刺眼 我走着走着 眼前到底是一片模糊 可是我不会再回头 哪怕再疼 我也要继续向前走 我在心里默念 再见 我的前半生 再见 柳如烟 全文完